大家好,我是小强 在篮球场上,个子高 弹跳好的中锋更能盖冒 因此,盖冒次数非常多的都是中锋 但在后卫中也有些身体素质拔尖 封盖能力强的 本文就盘点盖冒总数最多的10个后卫球员 第10,埃迪琼斯 埃迪琼斯这名球员大家并不熟悉 但他的个人能力是很不错的 非常全面,攻守都很均衡 出道时被称为皮鹏的接班人 在NBA曾三入选全明星 三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 当选过联盟抢断王 琼斯身高1.98米 是标准的得分后卫身高 但有时候也客串到前锋位置 面对各种进攻尖刀 琼斯抢断能力强 但其封盖能力也强 在其退役时 他的封盖总数已经达到了580个 第九,安德烈伊戈达拉伊戈达拉出道时 绰号小AI 可见当时伊戈达拉的突破 身体天赋都很强 曾参加过扣篮大赛 再打了几年后 伊戈达拉的防守能力也非常突出 来到勇士队后 伊戈达拉作为防守兼兵 曾对上勒布朗詹姆斯 用鬼手抢断 给詹姆斯很大烦恼 而伊戈达拉的封盖也很强 到目前为止 伊戈达拉的封盖数已经达到了608次 若伊戈达拉不退役 他的封盖次数还有增加的可能 第八 科比科比的进攻美如化 他的防守也同样出色 是攻防一体的巨星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而科比的封盖也很强 科比本身就有1.98米 他的身体天赋又好 当初的绰号是小飞侠 在对出手时机的判断更加好后 科比的盖帽就越来越强了 科比退役时 他的封盖数达到了640次 第七 乔治格文 乔治格文绰号兵人 得分能力爆炸 曾在33分钟之内砍下63分 又多次拿下的得分王 他的得分能力是公认的强 格文的防守并没有他的进攻那么强 但单论盖帽这项 格文的表现强过很多后卫 一方面得益于格文的身高达到了2.01米 一方面也是格文经验老道 对出手这下判断很准 在格文离开赛场时 他的盖帽总数为670次 第六 丹尼斯约翰逊 丹尼斯约翰逊是上世纪70 80年代的球员 在那个时代 他是联盟里的大心脏杀手 总决赛FMVP 为凯尔特人贡献非常大 生涯三次获得总冠军 作为后卫 约翰逊1.93米 他得分能力强 组织能力也强 更难得的是 防守能力也不错 作风很顽强 在那个大个子很多的年代 约翰逊常能冒掉对手 在他面前投出的简单球 在他退役时 他共盖冒675次 第五 德雷克斯勒 德雷克斯勒 绰号滑翔机 从这个绰号 你就能知道 德雷克斯勒的身体 天赋有多强了 在乔丹打球的时代 他的球风和乔丹比起来同样都很优美 是乔丹之后的第二分位 德雷克斯勒不仅球风优美 得分能力强 其防守 尤其是盖冒 也很强 常用令人惊讶的滞空 盖掉对手 让对手非常无奈 在滑翔机离开时 他共冒了719球 第四 罗恩哈破 罗恩哈破 这个球员 公牛球迷应该熟悉 他为公牛三连贯出过很大力 他的防守让人称赞 他的拼近让队友感到振奋 哈破在后卫中是个大块头 但他可一点都不笨 封盖对手出手时 也有矫健的伸手 在哈破将自己最后一滴游泳光 离开赛场时 哈破共送出729次盖冒 第三 维德维德 绰号闪电侠 他的速度是后卫中一顶一的 而他的爆发力 也是后卫中一顶一的 各种原地拔起的爆扣 让人看得血脉喷张 维德把他的天赋 也用到了盖帽上 封盖各个位置的球员 只要你轻视维德的盖帽 那他就给他来个 让你后悔的盖帽 到离开赛场那天 维德共封盖对手885次 第二 卡特文斯卡特 是四大分位之一 扣篮界的神 其身体天赋 不用多讲 个人能力也是非常强 华丽的进攻 让人忘记了卡特 在防守端的凶狠 卡特身高比一般后卫高 身体天赋又好 所以盖帽这事 卡特是常做的 只是到老了 跳不动了 盖帽数就少了很多 卡特征战22载 共送出888个盖帽 第一 麦克尔乔丹乔丹的身体 天赋在后卫中 乃至在各个位置中 都是最顶级中的最顶级 各种令人惊讶的制空 就很自然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